駕駛受困车内动弹不得 消防人员赶紧利用破坏器材进行救援 费了好大功夫人顺利被救了出来 但车上乘客就没那么幸运 其中一名七十岁的老翁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松衣抢救还是会填法术 车祸现场一片狼藉 轿车车头毁损严重 安全气囊都爆开了 几乎看不出原本样貌 可见当时撞击力之大 整气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嘉义台八十二线 快速道路 莆子往东石方向 高架道路终点 当时造车和乡型车发生碰撞 而这么一撞 两车共造成一死五伤 调查处理中 多年好友退休后相约出游 从云林准备到东石渔港 谁也没料到途中会碰上车祸意外 带走一条人命 让他们从此天人永隔 华尔新闻林 徐富杰 陈建邦 嘉义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林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